台风来袭还好高雄港内风浪还不算大 旗鼓渡轮人来照常行驶 民众都穿着雨衣打着雨伞来搭渡轮 我坐那个计程车 然后司机告诉我 那个坐船去刺激 如果遇到风雨的话 我们整个轮渡站的游客 基本上会少掉 几乎游客几乎会没有 只有在地的居民 那整体来讲 搭载率的话应该会下降到 会有下降六层左右 五层至六层 只是刮风下雨的天气不好 原本就有安排假期的游客 还是冒着风雨出来玩 虽然是停止上班上课 看到渡轮还有开都放心不少 但也害怕到了奇境之后 风浪变大船不开了怎么回来 会没有船回来吗 叫亲戚过去载我们 因为他们住附近而已 因为如果阵风达到七级以上 高雄一港口这边会宣布 港内港外的那个船舶进出 会做一个封港的动作 那杜伦因为他要服务在地的居民 通常我们是由船长来做一个判断 当船长跳板施放的时候 会有安全的疑虑 船长就会决定停航 还好高雄市轮船公司早有规划 如果渡轮停航之后 还会安排接驳车 往返奇境和古山轮渡站 在域民众 那停航之后 我们轮船公司 基本上我们除了停航的公告 会对外去做一个发布 然后也会反映到1999 还有公司的官网跟粉丝专业 那另外就是我们会安排路上的接驳专车 从古山或者是从旗津 两部专车对开 那每整点一班 另外高雄捷运和轻轨 也会因为风速和积水状况 而减速或停舍 民众也要多加留意相关资讯 台风期间 高雄捷运及轻轨营运系统 将调整营运班距 高雄捷运为10分钟一班 轻轨为20分钟一班 轻轨系统则是风力与轨面积水高度 若瞬间风力8级或平均6级 持续30分钟以上 列车将以时速30公里以下速度 行驶至端点站轻车暂停营运 若瞬间风力9级或平均9级 持续30分钟以上 或积水高度超过轨面面积7.5公分以上 则该路段会停驶 台风驾民众不用上班上课 但大众运输的工作人员 并没有马上停止服务 但还是希望民众在台风天 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把意外风险降到最低 记者潘志光 赖昌邦 高雄报道